师父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做功德的时候 虽然没有为某些事情祈求 也没有去求消业障 但是呢很多事情它都会很顺利 业障呢也在减少 请问师父 这是菩萨将我们所做功德的一部分 拿来变成福报和消业 还是功德归功德 这是额外的奖励呢 请师父持续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对不起没听懂 就是说我们在做功德的时候啊 就是说没有求 祈求没有求些事情 也没有求消业这种功德啊 但是呢我们在平时做某些事情中 生活都很顺利啊 业障也在减少啊 请问师父 这是菩萨将我们所做的功德 一部分拿来变成福德 福报和消业 还是功德归功德 这是额外的奖励呢 奖励什么 就是说让你平时那些事情很顺利啊 那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本身念经啊 有功德了 他就可以功德 功德有时候 比方说 比方说你应该命中这个时候顺利的 菩萨让你更顺利 这个就不记得 不是扣你功德的 哦 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好是倒霉了 那么菩萨帮助你这段时间顺利了 你就会拿掉你的功德了 哦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明白了